大家好 欢迎来到彩虹小厨 今天给大家分享发面饼的新做法 蓬松暄软 凉了也不用 比面包还好吃 在300克面粉中加入3克酵母 一勺白糖促进发酵 分次倒入200毫升温水 搅拌成絮状后揉成面团 之后盖上保鲜膜发酵至两倍大 之后我们来切点青椒丁 火腿丁和葱花备用 面团发好后取出来揉出排气 擀成长方形大面饼 然后在表面刷一层油 撒少许盐 再一次撒入葱花 火腿丁和青椒丁 再上下对折 然后用手轻轻压实 然后切成小段 电饼趁预热后刷油 放入饼梯 在表面刷一层油 盖上盖子 一面烙至金黄后翻面 再盖上盖子烙两分钟左右 两面都烙至金黄即可出锅 好看又好吃的 翻面饼就做好了 特别蓬松柔软 里面又夹了蔬菜 不用喝汤都能吃上好几块 关键是放凉了都不会硬 喜欢的朋友赶快试试吧